你们投资是为赚钱 而我们却是因为助人而赚钱 你看这个境界就不能逼了 但是你必须忍受他无知的时候 对你看不懂你 因为你自己知道是对的 别人不知道对的 那你要坚持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今天这一刻你们在这边看到了 那人家没有看到了 还居然被别人破破忍罪就不要 我在台湾演讲 每次他们回去说 老师我昨天回去以后 有一个什么朋友破我忍罪 我说那你呢 所以我不做了 我说那你这样好了 你根本不适合做 你把你那个破你忍罪的人找来 我说为什么他破忍罪来 我说他听都没有听过 看也没看过 他居然能影响你 我说他是领导人 你不是领导人 所以你回去跟他来 你认为对不对 你有读过书 人家一天书都没有读过 你居然听没读书的人讲的话 所以是不是无知就不会原谅 这样会了没 你看过韩姐 韩姐亲自跟你讲 那人家没看过 那他破你人水 你不来 所以你不必来的那个人 因为他没有看过 他都能影响你 是不是 是因为自己才决定 人家用什么样的眼光看